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更早期的話 他是這個孫力仁將軍的攝影館 那孫力仁將軍在廣州的時候就希望說 第一個除了劍興英軍公墓 第二個就希望能夠把這些底片 能夠寫成照片要做展覽 這個就是放大機 其實這是它的那個燈圓的部分 這個它的使用上面來講 它這個是從這邊可以調高低的 你往上拉的時候 映射在這個巷子的部分 它的尺寸是比較大的 如果越拉下的話 它就是弄得比較小尺寸的 在感光的時候 這個是當時留下來的感光巷子 在這個暗房裡面把它夾在這裡面 然後拉這個尺寸來對焦 我父親的時候在洗這批照片的時候來講 因為他都已經老花心眼力不是很好 那我剛開始的時候 他可能洗了幾批照片出來 其實後來他覺得那個焦都不對 所以他後來會找我進去說 我第一次進去他就是叫我幫他看 他說你一些年輕你眼力好 你來對看看 那個時候我第一次感覺 父親這麼信任我 在那個過程大概我就開始有接觸這個暗房的部分 現在真的是隔那麼多年有段時間 我也只能喚起一些回憶 我們那時候我跟我太太 我們去拍結婚照 我們那時候流行拍結婚照 拍一組這樣子 五六十張這樣子 到那個照片回去的時候 每張都被我爸爸罵 因為那時候用柔膠 父親說 他說這全部膠都不對 你這個照片還要拿回來 我真的沒有人知道 我真的沒有人知道 我們真的不是很可愛